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台湾政府计划要废除最高法院检查署下的特别侦查组 简称特征组 设立于陈水扁时代的特征组 他曾经侦办了陈水扁国务基要废案 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的特别废案 蓝绿立委受贿案 以及拉法业军舰采购弊案等多项重大案件 作为台湾调查高官贪腐的最高单位 特征组为何面临被撤除的命运呢 特征组到底是独立于司法制度的反腐利器 还是沦为当权者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 未来台湾的速贪反腐工作又该由谁来做主呢 另外与台湾特征组相比 中共中纪委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如果说废除特征组是台湾民主落实的标志 那么中国的中纪委是否又有可能废除呢 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 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 第一位通过skype连线从台北参与节目的是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陈一生教授 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第二位是在美国新奥尔良的中国时事评论员 郭宝胜先生 郭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 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 您也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加入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写线VOA China 我想问题一开始 我想先交由陈一生陈教授 先跟我们说说 到底台湾法务部为何决定要废除特征组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 在陈水扁总统 前任总统的案子里面 当然是特征组最引起注意的一个大案子 那一个案子当然引起台湾的社会或者是朝野 也要相当的对立 但是有一部分还是有一些对证的 有一部分因为程序的问题受到质疑 不过特征组之所以受到挑战 我想最大的原因还是2013年的这个时候 曾经发生监听立法院 就是有关于王金平院长跟柯建民的电话被窃听 所以检察总长他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签结之前 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前就去总统府跟马英九报告 所以像这样就是说 以一个不受节制的一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 对于一个还没有签结的案子 去跟总统作证的报告 而且是用有监听的这样的一个不适当的手段 所以当时其实轩然大波并不是只有绿营的在批评 甚至难营的很多个立法委员也都质疑 这样的监听手段 这样的特征组是难以被监督节制的 所以在今天因为已经政党轮迹 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情况下 会有这样的提议现在可以理解 是 那么陈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 我们知道在台湾对于特征组要废除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也有不同的声音 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很多人质疑说 特征组有这个半绿不半蓝 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偏颇 那么到现在蔡英文政府决定要废除特征组 也有人觉得这是不是在搞秋后算账 在进行报复 您个人的看法 您个人赞不赞同撤除特征组呢 是 我想在台湾的司法能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 必须看长期的因素 只看特征组这个案例的话 恐怕证据是比较薄弱 事实上在解研之后 事实上不论是蓝色或者绿色的高层的一些官司 都还是透过司法 有时候是大法官会议 有时候是一般的法院 把他做了裁决 包括2004年这个陈水扁连任成功 连战诉求这个选举无效等等的案子 那么虽然这个结果有时候是蓝的胜利 有时候是绿的胜利 但是这反而是好事 就是说法院并没有特定的偏袒某一方 所以呢 台湾的两大政治势力 反正是碰到重要的争议的时候 还是交由法院去裁决 这一点的话显示台湾的司法 已经有了相对独立的一个地位 特征组放在这样的一个脉络来看的话 他很难说办律不办然 或者办然不办律 但是问题比较大的 还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2013年的这个监听国会的这个案件 会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把它撤掉的话 还是回归一般的检调司法 并没有说高层就不能办的问题 是 郭宝胜先生 我们知道您对于台湾的特征组 也特别做了一番研究 在最近也特别发文 针对这件事情表达了您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在台湾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民国的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那么特征组呢 他的这个权力 可以涉及总统副总统 五院院长 部会首长 上将阶级的军职人员的 所有贪毒案件都可以办 所以可以说特征组的权力 非常的高 那么您的了解 特征组他受到什么样的监督吗 当年他成立的目的 以及十年后 我们看到他现在 是不是有落实他当时 成立的一个目标呢 特征组呢 是在台湾就是 最高法院检察署下面 特别设立 而且是检察总长直接负责 检察总长又是总统来任命 立法院来通过 总统任命的话就是特别强调了 他在行政级别的这种非常高的位置 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权力是非常大 他这个受监督呢 目前来看就只有立法院对他能够进行监督 在九月争争的时候也是立法院呢 还有社会的舆论呢 进行一个监督 否则的话 他的这个权力呢 是就是超越司法 跟那个最高的这个行政长官呢 是联署在一块 最后就是很多绿营的就认为 最后特征组呢 就沦为马英九个人的一个打手 就跟中国明朝的时候那个东厂西厂 就是他直接贴命于这个皇帝 那是宦官呢 做这个东厂西厂的负责人 然后认为你哪个高官 有模仿的心 报告给这个皇帝 皇帝直接来乘除 所以当时的东厂西厂还有锦衣卫呢 是不受任何的监督限制的 特征组呢 这几年也办了很多的一些案子 但是最大的两个案子 就刚才陈教授说的 就是陈水扁的这个贪官 还有这个所谓的九月政争 就是监听国会案 这两个案子里 你就看到他实际上是权力 不受这个任何的限制 在陈水扁的一些人呢 他们就开始抓捕 有一个地方法院判 就是说陈水扁呢 可以在家里 不需要这个拘禁 然后他们特征组就马上就是抗告 你就看到就是 他们一定要达到这个政治坠杀的这个目的 不抓不罢休 而且在九月政政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这个台湾 我整个过程我都看到了 我就感觉到台湾原来在我们心中 本来是一个民主的一个典范 但是看到很多它的民主的不彻底性 它的这个法治的不健全性 它居然就是在监听那个立法院的这个总机 就是特征组 那总机一监听呢 每个立法委员都能监听到 这个是这个民主国家是一个耻辱 其实在英国很早的时候 权力法案就规定就是议会的议员 在这个议会里的所有的讲话 都是受到保护的 不能因为它的言论呢 就是受到这个逮捕啊审判的 所以就是说特征组侵犯这个立法权 它本来是这个司法部下面的一个机构 但是它侵犯这个立法权 然后受这个最高行政长官的指使 所以它最后呢 变成一个无法无天 受这个皇帝 受这个行政长官直接指使的一个机构 这个呢是超乎人们的想象 那么您觉得是 您觉得特征组的被裁撤 它可能凸显了台湾方面的民主 或者司法改革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吗 我觉得特征组这个裁撤呢 我是非常赞成 因为它标志着台湾的民主的这个彻底化 也标志着司法独立 司法改革埋出了第一步 这也是这个提出这个议案的 民进党的立委参议提出来的这个观点 它不仅是一个总结以前的这个 这些司法判案 它也是跟西方国家这个接轨 像美国的话 它以前有独立检察官制度 就是当时为了对付这个尼克森的这个水门案 尼克森当然不给国会提交证据 所以国会没办法设立了一个独立检察官 专门对付总统 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 这个1999年美国等于是废除了这个独立检察官制度 因为他们发现在这个普通的这样一个 征凶检察地方法院制度制造 再受一个独立检察官或者特别侦察组 它实际上是破坏了这个现有的一个司法独立 破坏了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制度 是一个制度方面的一个重复设计 而且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滥权 滥用人民的权力 所以说它是必须要裁撤必须要废除的 郭先生在您最近发表的文章里面 您特别提到了针对特征组被废除的事情 您拿它来与中共的中纪委来做一番对比 先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台湾的特征组 与中共中纪委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或相同之处吗 不同之处呢就是中纪委它是一个独裁共裁国家里面 它的一个党里面内部的一个政训的一个机构 这个特征组呢它是一个民主国家里一个特别的一个调查机构 在司法这个系统内部的还不是党内的 这是他们的不同性 相同性呢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度非常大 不受监督而且直接针对那些高官 而且很多时候都论为一个选择性的一个制法 就是我专门选择绿的来打压 或者我专门选择这个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来打压 所以这些呢会造成了一个中国的中纪委跟特征组 很多时候都是非常那个相似 这样一个相似性 好的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郭宝胜先生来做进一步说明 不过我想接下来请在台北的陈医生教授来跟我们谈谈 很多人也想到说如果今天法务部确定 在十月份要来废除特征组之后 在台湾所面临的未来一些官员的贪腐问题 那该由谁来做主 谁来做这最后的一个裁决 您的看法您认为这个问题将来应该由谁来解决呢 其实在2000年之前也一样是会有处理黑金的问题 或者说处理一些高官的贪图问题 那么2007年改为特征组之后 虽然说有特别针对总统或者其他的高官做了一些案子 做了一些侦查办案 但是事实上本来在台湾的法律体系里面 就是有地检有高检这样的系统 并不会因为官位的高低就不能办 这里面只有总统是受到宪法的52条的保障 就是他的任内不受这些追溯 除非他是内乱外患罪 所以在台湾的法律体系里面 本来就对于贪腐的问题 有了一些不论是检查或者是司法判案的一个依据 所以说特征组当初的成立是比较特别的 为了所谓的查剔黑金 以及后来也延续下来说要针对高官如何 这里面刚才郭先生讲得很好 就是说在几次的验证里面 他因为没有节制 容易成为总统的一个打击一己的一种工具 这样对于法治法而是一种破坏 所以说回归原来的侦查或者是法院的地方跟最高 法院的这样的体系 就是说地检之外还有高检可以给他监督 这样的一个体系会比较正常 那么继续回到郭宝胜先生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有一位网友署名叫Lloyd Harber 他提出他提到有关中纪委的问题 他说中纪委是共产党的执法单位 和台湾的特征组没有可比性 党大于法党大于一切 这是中国的现实 中纪委是中共的党内维稳工具 除非中共垮台不然不会撤除 您的看法郭先生 对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 就是中纪委除非共产党垮台 他确实采出不了 但中纪委很多情况下都跟特征组织一样 中纪委他是1993年 共产党在他党内设立的一个纪律检查委员会 主要是反腐败的作用 但是后来他很快他具有了这种司法的功能 他可以抓人 他可以审讯人 甚至导致这个人死亡啊 发疯啊都是有可能 所以高官呢一听到中纪委啊 都会下滩 像这个南京市委书记姓杨的 他参加这个会议 一看到中纪委的在 他就马上就那个跑到那个窗户 就准备自杀 你就看到这个高官呢 对这个中纪委呢 是这个文分桑胆 因为他们办案的时候 首先对这些高官呢 进行那个双规 双规就是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你来交代问题 那个地点呢就是一些很 是这个凡夫很有力 但是现在他们没看到 这个只是为了他打击政绩的一个手段 清洗他的政敌 他打的这些人都是有选择性的 那红爱带连一个他都没干哪 毛泽东的那个送女婿那么多的钱 还包括他习近平自己 他通过姐夫在海外办那个离安公司 这个巴拿文件都有记载 这些事情他都不处理 他处理的都是 他的一些威胁了他的 这个政治权力的一些团派啊 还有这个周永康他们是 因为他们是要阻止他这个上台啊 那两个军头呢 是要威胁到他的军事的权力 所以最近那个解放军报 有一个文章就写得非常好 他说许才厚还有这个郭伯雄 他们的贪腐啊 确实让人厌恶 但是他们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 他们触动了政治底线 这个他们自己就说了 就是他们之所以被抓 最关键的事还是 政治上你没有站得对 你没有站对对啊 那你这个贪腐的问题就一大堆 你只要站对了对 你就是怎么贪腐啊 都没关系 所以这一点让他说 还是跟特征组是一样的 是 那么陈医生教授 您的看法呢 您对于这个台湾特征组 拿来做与中共的中纪委 做相比拟 您的看法 您认为这当中是不是有相比性 那么现在呢 这个特征组废除之后 也有很多人说 未来就不会再见到 更多类似这种政党之间 斗争的这种场面 那么拿前领导人来开刀 这样的一种状况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是 在中国大陆这个党的一个组织之下 所设立的这样的中纪委 这个跟民主国家的这个政府里面的司法体系 当然还是不同 不过它是在1993年的时候 和属办公嘛 就是跟监察部啊 从地方到中央的一种和属办公 但是无论如何呢 因为在中国大陆 它还是一个党国不分的情况下 所以说 在民主国家的观念来看的话 它必须要有这个 separated 就是权力要有一些分立和制衡 所以这个行政立法司法呢 如果没有切开的话 那有一个党在那边统侠一切 这个是不容易受到监督 从而人权就不容易受到保障的 所以这可能是有背后更大的问题 而不是只有一个机构的一个存回问题 同样在台湾的这个特征组来讲 我是不认为那么重要 就是因为在过去的表现如果不加 那么它是一个原来体制外的东西 那法律就把那个63条之一就把它废了吧 它还是回到立法院的多数党的委员的提案 然后呢 透过一个民主程序把它废掉 然后回到原来的这个监督体系 司法体系里面 一样可以达到这个对于官员的贪腐的情况 来把它纠正的纠察的一个效果 好的 在我们结束讨论之前呢 我们来听听我们现在电话线上 有一位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的看法 河北刘先生 您好 请说 刘先生您在线上了 请说 喂您好 刚才有一位嘉宾说 什么南京有一位官员 见到中纪委跳楼自杀了 他肯定是有问题 没问题 见到中纪委你害怕什么 还有什么一调到中纪委自杀的那会儿 肯定都是腐败分子贪污了 这会儿就是自决于党 自决于人民 自己以人民为敌 好的 你臭万年 好 我不说别的 谢谢您 河北的刘先生的来电 那么最后我想我们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 想请郭宝胜先生 为我们做一番总结 在您的这篇文章里面 您也问到了中国中纪委何时能撤 不过这个问题您刚刚稍微也答复了一下 您的看法乐观吗 30秒时间了 当然不乐观 因为它是跟党国议题的体制联系在一块的 还有目前就刚才这个听众觉得中纪委打招了那么多大老虎 还应该支持他 实际上它是这个越过一切的权力 这个是对中国的这个司法独立 法治是完全是一个破坏 他打的那些人确实也是贪污 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官员都贪污 抓住一个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它是用这样一种超越司法独立的手段 这个本身是破坏法治的 这个不应该赞成 所以就跟特征组废除 或者说美国的独立检察官废除一样 中国的中纪委早就该废除了 应该像美国这样就是说 现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 比方说这个希拉里 他最近因为这个半家系的案子 还有这个电子邮件的这个事情 他都是FBR出来的调查 或者是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 就是说不能破坏这个现有的一个法治体系 不能再特别的搞出一个东西出来 这是违反司法独立 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精神 对 好的我们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 为您到这里进行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 陈医生陈教授 以及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 从美国的新奥尔良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同时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 美国基因的时事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论坛 包括来宾 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都是个人言论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另外美国之音BOA卫视 我们也开通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 可以利用YouTube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 真名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 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 来选拨或者提出 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Twitter.com 斜线VOA China 以及Twitter.com 斜线VOA语文 我们期待能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 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将继续带您来关注 连云港事件 还有公众参与的必要性 也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 准时的锁定VOA卫视节目 我是郑玉文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